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除了写一本书叫每个人要站起来以外 他说椅子会害死你 另外就是写了一本书说不靠运动就可以瘦很多 不靠运动就可以瘦很多 那我昨天跟美国的朋友谢娜 他们说他很厉害 他常常要到白宫去教白宫的人怎么减肥 我在才教的应该是柯林顿跟川普吧 那他很重视 他很重视 他很提倡说学问就要用到日常生活里头去 所以他自己的办公室照片是这样子 他有一台平面的跑步机 然后边工作边跑步 所以他的确把他这种生活上一直要动动动 落实到他的生活里头去 那这更像刚刚师傅也有提的 主统岁月或我们很感动的 缅甸的那种利米城楼啊 滴水城河的故事 就积少成多 我们就会减肥成功 我们就会健康 今天还为什么特别再加一次分享呢 我们大概2021年的时候就在疫情的时候啊 有在美国的健康促进杂志 发表了一篇关于环保战的文章 那题目是我们去验证看看说 做环保到底是不是会让一个人比较健康 因为我以前听菩萨们说做环保人不老 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就真的这么好吗 不过反正读科学的人或做医学的人 很喜欢去求证 所以我们团队就在颜师姑的支持下 真的很谢谢颜师姑 让我们团队可以有经费去做这件事 那做的结果是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大概找了北部包括花莲的三个环保站 那有212个菩萨愿意接受我们的调查 那有113个完成 那这些菩萨们大概72岁 那76%是女性的菩萨 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把这113个人呢 带上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的功能是可以看你一天活动多少 也就是去看它活动量 然后我们也去测它的握力 我们去测它那个脚抬脚的速度 结果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这样子 做环保的菩萨它身体功能的确进步了 也有一次握力进步非常明显 然后如果每个礼拜做超过15小时 每个礼拜做超过15小时 也就是如果一天做两个小时 不过他们不是 大概一天来一次是做三个小时 那握力进步会更多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用很客观的去测量它 到底活动多少 而不是只有用问卷 所以是很清楚的测说 哦!你到底做了多少的动 动来动去 你的活动量跟你的身体 是有绝对的关系 啊! 这是一直到最近 我为了准备这一个分享 跟团队找到了一篇文章 原来美国的心脏学会 跟我们讲说 如果你要减重 或你想要变更健康 你一天大概有2.5小时内 必须站起来或走动 那各位刚还记不记得 刚刚说 如果每个礼拜超过15小时 会比较健康 那个数据好净 净到让我觉得 天啊!原来是 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理论根据 那 因为我原来觉得好奇怪 环保活动 减减纸真的会让人健康吗? 其实我是抱着 那种态度想去求证 我刚开始没有很相信的 那 找到的科学根据又来了 我们觉得当医生 当科学家 就应该把证据讲清楚 原来我们要减脂 或者我们要 要健康有两个步骤 哪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脂肪移动 脂肪移动是什么意思? 我们皮下有脂肪 我们内脏有脂肪 我们肝脏有脂肪 它用什么方式 储存在那里 用三酸甘油脂 那三酸甘油脂 这个命名很有意思 就是三个脂肪酸 加一个甘油 就组成三酸甘油脂 所以你要把它从 刚刚讲的那几个位置 移动出来 然后把它变成脂肪酸 就是 就是这样叫脂肪移动 那移开到那些位置以后 要怎么办? 脂肪酸要把它烧掉 烧掉以后到哪里去烧? 到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工厂 叫立腺体的去烧掉 那这样就减脂 我们就会有热量 那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这两个动作有什么来促进? 由我们神经系统里面 上面是神经节的前面 底下那个神经节的后面 分泌的一个叫肾上腺素 来促进 来促进 那原来比较好动的人 比较好动的人 他就会分泌比较多的肾上腺素 然后促进这两个步骤 所以就会燃烧脂肪 那因此除了运动以外 除了运动以外 原来这种所谓的非活动 非运动性的活动产热呢 或烧脂呢 是只要一些很细微的动作 就像环保 你就算减脂 或你只是分类 或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启动刚刚神经系统 那个肾上腺素 来移动脂肪 燃烧脂肪 所以照样可以减肥 照样可以成功 虽然他的动作不大 那甚至有学者说 我刚弄出来 第一个字 Fiction 它就是动来动去 叫做坐立不安的意思 他们是这样称他的 然后第二个叫Racing Tremor 那个就是明明坐在那里 手也在抖 那个不是林院长在讲的那个八星之症 就是没有八星之症 但是你自己一直抖一直抖 原来这样也可以燃烧热量 或有些人演讲 你不同意 同意 你都一直点头 这样也在燃烧脂肪 真的是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不用一定要去健身房 做大肌肉的运动 或做重训 当然做重训没什么不好 我们只要在日常生活里头 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动 我们就会燃烧脂肪 我们就会健康 那这是黄色科 那个张医师传给我的一张照片 他说很有趣 一群人挤在那里 然后只有一个人在走那个旁边的楼梯 你如果到台北搭捷运 这种镜头常有 其实如果要健康 要燃烧脂肪 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 可以走就不要站 然后 都动一动 自然会燃烧掉脂肪 那我们日常生活或上班的时候 我们的 这是协力楼 就是发言直接有一栋楼叫协力楼 我们同仁大概在讲事情 因为办公室很大嘛 你讲事情有时候别人会听到 那所以也会吵到别人 所以最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 到走廊上去走路 然后边走边谈 不同的人来 你就把他带去走路 对自己很好 对同仁也很好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说 我美国的老师 把我的那个椅子都撤掉了 然后把我的桌子 变成可以升降的 我们开会就是站着开会 他说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开会会开很快 上人有一句话叫做 有研究有力 那大家会觉得真的这么有用吗 梅耶诊手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一个45岁的女性 本来82公斤 你想像一下82公斤 然后162公分 那经过三个月 比如他本来都坐在办公桌 那像现在可以就是说 稍微起来站着 有多燃烧了几百卡 本来四百卡 四百大卡 现在燃烧成六百大卡 您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三个月以后 他可以从82公斤到七十亿公斤 三个月以后 他可以从82公斤到七十亿公斤 那当然回家的时候 他还是要稍微动一动 比如本来坐着剪菜 他现在就站着剪菜 很立志喔 他没有去 没有去 没有去那个 健身房喔 三个月 只要能动 这是免疫诊手的实际的例子 反正 你愿意动 而且是每天 一直动 一直动 然后你就会从82公斤到71公斤 从胖子到帅妹 那常常有人问我说 那你讲的这种逆德或 非运动性的活动男子 可以取代运动吗 其实喔 您看荧幕上 荧幕上 中间的地方叫血糖 对不对 当我们吞下了碳水化合物 再有胰岛性助抗 或糖尿病的病人 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血糖 因为我们的肌肉 已经有胰岛性助抗 所以那个血糖 就不能到肌肉里头去合成肝糖了 那它只好全部到肝脏 那肝脏怎么办 堆积起来 或者把它弄到血管里面去 所以抽血 三酸肝油会变高 然后你会有脂肪肝 可是科学上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喔 如果你只要愿意去运动45分钟 跑步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喔 跑步45分钟 你身体的带血 那个血糖就会变成 我不要饿那个地方 肝 那个会跑 那会有一些血 你看那个箭头比较粗嘛 就是 往右下角那一块 肌肉的肝糖合成会增加 那肝糖合成增加 糖变少了 跑到肝脏的也会变少 所以脂肪肝就会改善 血中的三酸肝油也会降低 45分钟而已 只要45分钟 因此是这样的 这两个东西是应该互补 而不是互相取胆 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老菩萨 他在慈祭的大学运动 他觉得这个运动实在是假疗病 因为他觉得 这个没有另外的 就是他只是运动而已 他对他自己有用 他最想要的是这个 他回乡家种菜 然后他吃不完的菜 他可以给左右邻居吃 可以给那个中午共餐的人住 他觉得 然后可以陪他的老婆吵架 陪伴 可是人老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上一代的长辈很喜欢吵架 可是奇怪又不离婚 我们这一代不用吵架就可以离婚了 那 所以 这两样事情是可以一起做的 不一定要二选一 不一定要二选一 那我还想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比如说 我们马上冬至 你要吃汤圆 对不对 好好吃喔 那 neat这件事呢 就可以让你 吃太饱以后 稍微起来动一动 比如去北餐去走个十五分钟啊 或做些什么事 可以让你不要堆积那么多脂肪 不要堆积那么多脂肪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感恩 对嗯 对 对 对 做 '. 对 对